韩宗黑白大廚料理阶级大战 自播出后子 刺激精彩的料理大赛 话题性不断 而在节目中担任评审的白仲元 一个小举动就让观众大吃一惊 又深感佩服 制作组找来 而是为吃播主用餐 然其中一位主厨的牛排 似乎不合大家的胃口 每个人都剩下不少 白仲元就去厨余回收区查看一下 没想到他下一秒 竟毫不犹豫的就拿起来吃 只为了想知道问题出在哪 许多观众看到这一幕都惊呆 纷纷赞叹直呼 白仲元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厨师 兼美食企业家 在韩国有2000多家餐厅 还进军海外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另外有网友指出白仲元曾说过 厨师应该要注意每个客人剩下的厨余 去了解到有没有需要改善之处 而他在另一个节目中 为了要了解店家菜色卖不好的原因 也是直接去翻厨余观察 观众看到他在如此亲力亲为的示范后 真的是令人敬佩啊